前文在座的書頁上一回, 話說第三日晚上, 陸筆先生又化妝要巡邏, 他首先摘除了名貴的金絲眼鏡, 戴上醜陋破舊的礦工帽, 頸道為一條又短又薄, 用來吸汗用的爛毛巾, 全身穿得破舊最邋遢的礦工特有衣服, 一雙笨重難看的膠鞋, 臉上塗些少捨毛不自用的墨, 再加些泥土, 就變成了一個勞累大半生, 從有力就累至無力, 就快沒有使用價值, 由接近要被淘汰的老礦工, 明顯是一副可憐相。 這麼出色的化妝, 夜晨降臨之後, 根本就沒有人會看得出, 剛剛化好妝的陸筆先生要秘密巡視暗房, 唉,但是人算不如天算, 忽然聽見抗驅, 一大堆人嘀來嘀去, 大聲叫, 賊兵來了啦! 當堂嚇到陸筆先生, 趕快洗掉面上的偽裝物, 急急換回日常的上等衣著, 戴回華貴的金絲眼鏡, 立刻吩咐手下人, 去叫招隊長和他那班官兵, 快點指點賊兵在哪裏。 陸筆先生, 又秘密緊急集合, 要親切指揮工兵三十人分三隊, 第一隊十個人, 今晚準備殺賊, 殺到賊一個就掌三個大銀院, 如果被賊殺死, 付出金三十個大銀院就交給家屬, 指揮十人者叫中隊長, 指揮五個人叫小隊長, 剛剛佈置好了, 又接到倉庫主任何東偉緊急電話報告, 十萬火急, 西倉庫現在來了十幾個土匪在搬桶, 陸筆先生就說, 快點向招隊長報告吧, 何東偉就說, 報告過很多次, 但是他們的官兵, 一直在附近守住, 我們問, 為什麼不衝過去趕拆捉土匪? 那些官兵說, 他們的責任呢, 只是守住, 不讓土匪衝過來傷害我們。 陸筆先生就說, 那你不用怕, 我會有辦法的了。 話說西倉庫的土匪已經習慣, 旁若無人地搬桶, 忽然來了十個人, 分開三面埋伏, 用零聲捕槍向賊方開火, 從來未受阻擋的土匪, 開始就不當回事, 後來槍擊命中率很高, 土匪從來不會提防有人向他們開火, 很快去三個土匪就中槍倒地, 中土匪就凶惡還擊, 但是人們巨方工兵, 指揮得當, 土匪雖然凶殘, 慢慢在薄火中受傷亡, 打了一段時間, 陸筆先生離遠指揮, 特地拖長時間, 慢慢地開火, 派在地下, 用有利地營掩護自身, 慢慢地作戰, 好像開抗那麼鎮靜, 招有到官兵發現開槍搏火, 全部在看打仗, 呱呱叫又拍行首長, 猛說, 夠刺激呀, 夠刺激呀, 就這樣堅持了三刻鐘, 畢竟邪不勝正, 土匪不敢再拖延時間打下去了, 陸筆先生又不用猛烈的軍火相逼, 到底為甚麼呢? 原來他採用了拖長時間, 慢慢地打的辦法, 保護自己的工兵減少傷亡, 在三面圍伏之下, 慢慢地打, 又留下一條退路, 被賊方敗退, 這樣戰鬥了一段時間, 終於邪不能勝正, 賊方害怕啊, 敗走了, 土匪以往多次搭手, 現在這一批土匪, 扔下了三個重彈的賊手足, 兩聲連續呼叫暗號, 後邊還手, 一邊就向著山地遠方跑走了, 很快就消失了, 咦, 賊人被打頭的消息, 很快就傳遍了全曠山, 陸不先生命令將武器收回來, 又公開說, 我們只用了五個人五條槍, 就將賊打走了, 陸不先生當晚打掃戰場, 五個工兵背著槍, 耀武揚威, 來匯巡查, 陸不先生還好客地請招有都隊長, 去處理戰後事宜, 招有都就擺出官方代表, 軍隊首長的架子質問, 第一, 開戰前為何不向我報告, 第二, 獅子開火打仗, 幾時都是犯法, 陸不先生引氣吞聲地解釋, 是,是,是, 招隊長說得有道理, 我們都接受, 詳細的事我們將來談過, 再向隊長認錯, 現在最重要是打掃戰場, 三個土匪, 有一個受傷未曾死的, 我陪同隊長快點去問口供, 方便隊長今後要向上級報功, 朝後都聽了, 也認為有道理, 就不再埋怨指責, 在陸不先生的陪同下, 很快就找到, 還會動, 又痛苦身淫的土匪, 陸不先生蹲下彎腰沉著氣, 陰聲細慶問那個中槍受重傷的土匪, 安慰地說, 你受了重傷, 請說實話吧, 我保證盡力救你, 快點說吧, 那個土匪很痛苦地叫著哭著, 大佬, 大佬, 請救命, 救命啊, 聲音很微弱下, 陸不先生大聲吩咐, 叫人快拿止血藥來幫他止血啊, 眾人在答聲, 來了來了來了, 陸不先生小聲問那個土匪, 你們的頭領叫什麼名字? 叫做龍膽, 那你們總共有多少人呢? 受傷的土匪就說, 有六十人, 陸不先生再問那個時候, 那個土匪已經不可以再開聲回答, 若到時已經命除, 氣息全無, 臉色漸展變灰黑, 一命呼呼死了, 陸不先生就叫人, 將三條土匪的死屍放在礦區外邊, 希望匪幫以及其家屬來認領, 另外叫人好好的安放擺住, 對下人說, 土匪雖然罪有應得, 不過都是人來啊, 當晚很多人都沒辦法睡著覺, 倉副主任何東偉就報告說, 同裁未受損失, 但使所有的人大驚慌一搶, 陸不先生就安撫所有抗工人員說, 要大膽抗匪, 邪不勝正的, 大家要安心生產, 這樣的日子又過了幾天, 好像山雨欲來, 風滿流波, 不知從哪處傳來消息, 縱雪昏雲, 力來凶惡慣了的土匪, 又怎會甘心對他們的抵抗, 又殺死了他們的人呢? 今後也一定會對礦山大包圍, 見人殺人, 到時那些抗工, 想扔都扔不掉了, 又說, 那個叫龍膽的土匪頭, 非同小可的, 被他抓住未殺死, 就先拿人膽生食,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龍膽, 誰人都知道他這個人, 世上有很大的膽, 又兇死, 因為他吃了很多山人的膽嘛, 我們礦山, 誰都沒辦法跟他為敵的, 我們礦主憑幾支土槍, 不需要跟那些賊作對啦, 現在戰勝了土匪, 掌上了港大抗工志起, 不過才安定了幾日人心, 大家就以為打走那些賊, 以後有好日子過了, 因為自從那些賊中土匪搶同殺人之後, 抗產公司秩序大亂, 朝有都官兵進入以來, 抗區就更加亂, 人人的火食飯菜越來越矮, 本來練好了的純童, 很快外國人就會帶著大堆錢來買的, 誰知那些賊方來搶得更加快, 抗主血本無歸, 將大家就嚇過半死, 很多工人乘機偷懶不做事, 因為亂, 外圍二組的抗工, 十幾二十人幾個月還沒做事, 抗主就以為楊師李、金助李早已經安排好工作, 誰知上下不到位, 變成一個卡子, 卡子幾時都不分上下, 有人長期不做事, 周福天手下李阿罕, 早已經和賊方手下以目來往密切, 為賊所用, 提供情報, 和小李有好奇, 終日飯後, 在內部賭錢偷竊, 那麽話分兩頭, 再講龍膽奇人, 龍膽賊頭自小就是慣偷來的, 他的伎倆也是從小變大, 因為時勢做英雄, 國之將亡, 治安差極, 誰去管, 又誰管得到呢? 做官的, 是人都想先管自己的柴米夫妻仰兒氏, 社會亂了, 亦是密先父而後重生, 先是惡人橫行, 繼而盜賊四起, 龍膽這個人確實是姓龍的, 自小就疏於管教, 慢慢地膽如斗, 人人都叫他斗膽, 大膽, 膽生毛之後, 成了賊膽, 賊膽就不夠證明龍膽那麼威猛, 這個人手段夠凶狠猛烈, 歷來主張先拿人命後拿錢, 是道亦無道, 根本無道以可言, 又不信天理良心, 從來不信什麼今世來世報應那些東西的, 據說, 壓債夫人就有幾個那麼多, 龍膽這個人生得粗粗壯壯, 一雙凶惡的賊眉賊眼, 聲大, 人見人怕, 又慣了走後放蕩, 經常要幾個女人同床做些無恥之狂, 現在他瞄準了古石同業公司, 要不斷地吸乾該公司的錢財, 但是該公司的主持呢, 剛剛是位有志勇, 久經憂患, 不畏強暴, 不欺弱小的頑強者, 曾經沿向土匪退讓三次, 後來才清楚, 退讓就更加沒得生存, 土匪絕對不買帳, 只有徹底消滅土匪, 才有生存可言, 唉, 只不過是空想, 要消滅又談何容易呢? 話說有一天, 夜神降臨的時候, 陸不先生又化好了妝, 帶著三個可信親兵, 身上藏了一支外國製造的殺傷力猛有短小的手槍, 這支手槍能快速發射, 因為外國軍火商認為, 陸不先生做生意夠豪爽, 臨分手的時候就送了這支特種手槍做紀念, 這種紀念呢, 最重要的是希望陸不先生, 下次進貨的時候, 記得通知默柒, 他們的軍火就會及時送上, 交換白花花的大堆白銀, 這次陸不先生主要是秦外圍圈, 到了宮區段, 忽然又見到那天練字的小朋友, 他今天不練字了, 將一些粗碎礦石, 很小心地收拾好, 再拿雞工車仔, 拉進去礦區裏頭, 咦? 陸不先生就好奇地停下來看看, 立即改變礦主講話的口吻, 很親切地笑著問了, 小朋友,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裏開工嗎? 長期都天天孤獨的船兒, 這陣子落得有人跟他說幾句話, 就回答, 你好呀師父, 你們是上夜班的? 陸不先生就回答, 是啊, 是啊, 陸不先生又追問, 你是誰的小朋友? 為什麼天天在這裏一個人做事? 船兒回答, 上幾個月發大水, 山紅步發, 我撐些被浸死餓死, 最後才留到你這裏得救的? 陸不先生好奇地問, 啊, 那當時傷得緊不緊要? 我看你現在的身體都多壯實, 哈哈哈哈, 陸不先生又說, 是啊, 你現在收拾碎礦洗得這麼乾淨, 賣給我們行不行? 船兒就說, 不是行的, 老師父, 為什麼? 是你自己收拾的嘛, 那些碎礦石, 我現在天天都吃礦區的飯, 那這些礦石, 我要倒回去銅礦火鍊廠的門口, 陸不先生又說, 那你豈不是很吃虧? 現在很多人在這裏偷, 人不為己, 天誅地滅, 你不明白的嗎? 船兒就不出聲, 陸不先生又好心地說, 那不如這樣吧, 我帶你去賣了這些礦石, 賣得挺好價的, 有了錢, 那你想吃什麼就有得吃, 快去吧! 誰知道船兒堅決地說, 不是, 我爸爸說, 餓死事小, 失智事大, 不行的! 陸不先生就哈哈大笑了, 哈哈哈哈哈哈, 愚蠢的, 礦山好壞, 關你什麼事呢? 船兒聽了就沒有回答, 陸不先生又問, 那你爸爸在哪裡啊? 你為什麼不讀書呢? 船兒就說, 早就過了生了, 那你天天在這裡做什麼啊? 船兒就慢吞吞地回答, 就幫各位大哥洗一下三副, 點煙, 拿飯菜, 他們就幫我報名, 吃公家飯菜咯。 陸不先生就問, 那你們在這裡做工辛苦不辛苦啊? 船兒就回答, 幾個月都沒有人做事了, 聽說, 全靠山紅步發救人, 又靠土匪殺人搶桶, 陸不先生停了一陣, 又高興地說, 是啊是啊, 外圍二組調出去專門救人的那十幾個人, 幾天大水過後, 因為亂, 抗區忘記了將他們調回去, 所以天天在這裡, 太好了, 太好了, 哈哈哈, 土匪將曠山恐嚇搞亂, 又不用做工, 你們這個組, 一靠大水浸死人, 第二靠土匪影響, 天災加人和就是好, 益大家, 哈哈哈, 太好了, 哈哈哈, 陸不先生, 大笑不止, 講完就很高興地拿著礦燈, 一路走開, 船尼就覺得這位老師傅和礦工有些奇怪, 一路看著他們手拿燈火, 走向黑暗的前方, 話分兩頭, 那一刻, 龍膽派出的一隊人馬吃了虧死了三個人, 其餘地扔了回來, 其中有部分也受了傷, 匪首龍膽聽見敗賊素虎埋怨話, 因為人馬太少, 所以才失敗, 兩日之後, 膽大兇殘, 操中有勢的龍膽, 在尼亞漢周復天和一些官兵善人口道知道, 抗主確實有幾支真步槍, 有些時候那幫賊,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, 喝酒的時候趁著酒興, 高層的手下就問, 龍大哥, 我們真是搞不明白, 為何遲遲不出動大隊人馬, 鋪天蓋地地弄他一鍋熟呢? 這時候龍膽將桌上擺滿茶煙酒菜肉, 李亞漢周復天兩人已經吃飽喝夠, 龍膽是一位高層手下, 每個人就給了一個大銀丸, 周復天李亞漢和兩個官兵休八爺等四人, 就連忙站在身, 點頭蝦要雙手接銀, 作感激狀之後, 又說, 多謝大哥, 然後慢慢兩個人一對, 看清楚有沒有熟人, 放心高興地離開了酒樓。 龍膽那時候確信他們已經走遠了, 才咬牙齒齒又嘆口氣說, 咦, 我們怕就怕老奸巨華的招有刀隊長, 他反轉豬土是屎, 他們三十幾條槍, 個個訓練有數, 會抓我們去領工, 升官發財的, 所以我不敢落大賭注, 摘全部老本。 中大賊聽了就很信服, 龍膽停了一陣又說, 哼, 現在新政府的大兵優白頭, 有誰不貪錢的? 我已經派出了德力人馬約見招隊長了, 中大賊聽就喜盈於息, 劣手劣腳就個個靜耳聽, 龍膽說到這些書, 忽然聽見門外邊看水的賊大咳一聲, 最大膽的龍膽, 和其餘的虎膽, 羊膽, 牛膽, 雞膽, 以及蛇膽都聽出危險訊號, 最大膽的都停止了講貨了, 不再靜以聽貴音。 最大膽的龍膽, 向著中賊打眼色, 中手即時明白, 反應很快, 很安靜的貨堂, 忽然間就圈挖, 猜拳, 對鬧, 拍桌, 叫喝酒, 胡鬧, 各種齊全, 吵圈巴斃, 嘻嘻含含含。 過了一陣, 又聽見有人用力好響地咳了兩聲, 叫鬧, 喝酒, 呼叫聲, 即時停止, 喝酒地方, 馬上就變成港貨一樣地整, 聲音又重現, 龍膽就說了。 那個招隊長, 起初就擺出大官的臭架子, 說他有甲在身, 不能傳禮, 那個仆街不想見我們, 後來我們在蕭金窟見面, 兩個女人很快就把他灌醉不省人事, 那個仆街一覺睡醒已經是深夜, 走醒了他就快活吐真煙, 那個仆街又白頭, 你們猜他說什麼? 中大冊就說, 龍大哥呀, 我們猜不到呀! 那個招有刀隊長, 和土匪頭又是怎麼說的呢? 欲知後事如何, 下次再說。